大家还记得这对不是相声夫妇吗 您不认识我是吧 就是您让我认识认识吧 咱们走着瞧 今天是您不让我们过 明天坐在那个位置上的 也许就是我们 这真不会聊天 这家伙 从老郭说话真是太豪横了 对老前辈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来看老郭是如何回答的 什么叫成功 只有商演才是成功 公式相声专场 在上海一个体育馆 如果坐满了观众认同 花钱你一定就是成功 还是老郭看得明白 对于这种事情 我总结了 他的术语就叫做碰瓷名人 堪称走红的最快方式 想当年方舟子和罗永浩浩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维持热度 而目前在相声界 老郭可以说是一家独大 自然成了同行眼中 信号强度最高的一个WiFi 谁都想蹭一把 连老郭都曾经自嘲 吃唐僧肉 长生不老 骂郭德纲打红大字 不少相声同行 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印证了老郭的这句话 所以可以说整个相声界 都是郭德纲养活的 一半是靠他走红的 另一半是靠骂他走红的 李洪业就属于后者 同校没有系统地学过相声 上大学的时候才真正接触 而且自己还是材料专业 把他肝子都打不着啊 学相声可以说是半路出家 根不红描不正也没有摆这儿 只是加入了当地的相声协会 就敢这么狂 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有两点 博士身份标签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他自己研究的相声公式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理解 其实就是把一段相声 拆解开 寻找里面的规律 电活需要多长时间 什么时候扔出包袱最合适 观众在什么时间点笑 每次笑多长时间 通过大数据分析 用一个公式表达出来 然后用这个公式 就可以快速地量产相声作品 李洪业还把介绍公式 编成了贯口 听到脑袋都大了 也没有听懂 因为对自己的心事象征 特别有自信 李洪业还参加了 创业英雄会这个节目 真别说 最后竟有八个人有投资意向 最后庞肖明 也两百万和李洪业达成投资意向 最后也参加了相声有心人这档节目 演得怎么样先不说 上来先怼倒过一顿 现场的气氛一度尴尬 有学员最后还这样评价 拿我跟他并称叫南李北李 两位李博士 我跟他不是一个艺术门类的东西 我跟他也不是一类人群 我们俩不可以相提并论 就是这样 之后的李洪业并没有闲着 有了话题有了流量 更是参加各种节目 在我为喜 没有抵挡住李洪业的推广之路 小萨 一个买题 董卿等 各大央视节目上了个遍 最后还加入了江坤战队 扬言要上2020年春季联欢晚会 看来老郭这是遇到了一个不小的对手 为啥这么说呢 李洪业其实是顺着老郭以前怼江坤的思路在发挥 以前江坤和老郭怼的核心 就是现在李洪业跟老郭怼的核心 江坤以前是主流 老郭非主流 现在老郭站台上了 李洪业来了 李洪业的公式相声让普通人也能说 这是站在非主流向主流挑战 这也是一个新的循环 最后从几个角度总结一下这个事 从相声专业的角度来讲 李洪业的相声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太尴尬了 给老子笑 这个包袱是小编看了相声有限员之后 严格按照公式计算出来的 笑声应该能维持三秒 如果笑了的话就在公屏上打个一 李洪业完全抛弃了传统相声 并没有那些说学逗唱的基本功 一直拿自己的高学历说事 还写出几本相声领域的书籍 这时储备确实不容小觑 然而说相声不是纸上谈兵 观众有血有肉 会思考 把他们的笑声套进公式里本就不合常理 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 有的笑点高 有的笑点低 怎么能用同一个固定的公式去衡量呢 同一个笑话 李四可能报效 张三可能觉得无聊 缺乏相声基本功只会拉低 相声表演水平 最后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对于李洪业的公式相声 小编 着实不敢抗弱 真正好的相声 一定是从传统相声出发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创新 不管是噱头也好 创新也罢 但值得肯定的是 李洪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推广了相声 从做人上来看 李洪业确实太狂傲 估计师父是曹云金吧 对于前辈丝毫没有谦卑敬畏之心 台上用手对老郭指指点点 台下对台上的演员议论纷纷 把传统艺术全盘否定 最后从商业利益的角度上来分析 李洪业无疑是最成功的 很多事情你觉得看不懂 想不明白 当你把它跟利益挂钩的时候 好像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先来说 李洪业身上的几个矛盾点 李洪业身为焦大博士 说学相声 只是半路出家 连基本功都懒得学 更谈不上师承关系 就连他说自己是天津人 你都得打个问号 说自己学的是材料学 至于为什么学相声 自己也不清楚 只是发明一个 让人看到就头疼的公事 将一票人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全界怒怼郭德纲 就制造话题和热度 趁热打铁 上各大综艺节目 推广自己的相声公事 出书也好 参加电视节目也罢 首要目标就是吸引注意力 让观众灌输自己的观点 等大家接受了公事相声 就是新式相声 他就成功了 不接受 他也不亏 出名了就能赚钱 喜欢八边财产的我 打开了起茶茶 李洪业在上海 注资了一个公司 叫巨像文化公司 自己还是法人 专门承接一些晚会和庆典的相声定制业务 一段五分钟的相声 较价2000元 真可谓是日进斗金 而且还出了三本书 每次上节目都带书送礼 表面上是送礼 其实另一面也是对自己书的推销 而且在2019年还开了自己的个人专场 虽然上作率不是很高 但是说出去好听啊 那人说都能开专场了 自然别人就会高看一眼 觉得很牛叉 李洪业从一个棒锤外行硬生生杀进这个讲究师承门派的传统行业 还混得风生水起 从利益角度来讲 这对夫妇可谓是精明之急 人家的追求根本就不再相声艺术 你说他不尊重艺术 不尊重前辈 这不是对牛弹琴吗 还是老郭那句话 我们不是一个行业 从一开始 人家要的就不是同行的认可 而是忽悠广大吃瓜群众 人口基数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忽悠下了一小撮就够他们吃饱了 所以身为博士的李洪业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蠢 相反 人家的策略极其明确 就是靠这种逆向操作博取热度 反观当时相声有心人的其他选手 在节目结束以后就没了声音 几乎没有人还能像李洪业这样保持热度 你看看人家 现在开公司办机构出出卖演讲 赚得盆满摸满 以为别人傻的才是真的傻 名利厂嘛 没有纠纷 没有流量 哪来名利嘛 所以大之若愈是人类智力的极致体现 如今的李洪业名企有了公司也有了 比其他的相声从业者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但是相声行业想要真正的发展 从业者还是要脚踏实地 而不是投机取巧 纵然一时得利 也是很难长久 大家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